-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 我是萧川老师 -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 台北股市参见大涨 - 终于让我们看到大涨 -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 - 今天整个指数 - 直接就跳空开高148点 - 然后就震荡走高 那最高涨265点 那最起码台股现在都涨200多点 台股今天涨起来 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看 终于脱离盘局了 搞好久 台北股市呢 卖国际股市两个礼拜左右 终于今天的走势里面 它脱离了这个盘局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这个盘 大家会比较担心 到底是涨一天行情呢 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去移栽工 还有说涨涨又跌下了 那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整个行情的规划 其实你看我节目应该都很清楚 我也不会忽多忽空 不会说高点叫你拼命买 然后低档就给你放空 那会死很惨 那整个行情呢 我们之前是怎么跟他讲的 7月8号那个时间点 台股还在这里嘛 对不对 大家都吓得要死啊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这有分两段 第一段第一段到7月20 结果台北股市来到7月20 先走这一段嘛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 规划的行情是在第二段 在8月份左右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也跟他讲呢 我说8月才是V转的最大段嘛 那当然台北股市因为本身的问题 政治面的一个因素啦 让台北股市一直走不出来嘛 是吧 可是呢你仔细看啊 到现在为止哦 你看啊美股都在创新高哦 整个8月份都走出来了哦 高科技股也是在创新高哦 全部都走出来了哦 南安股市你看今天又在创新高啊 它现在不是过季线而已啊 搞不好要准备挑战半年线啊 那就你台北股市走不出来嘛 对不对 好那终于 今天台北股市让我们看到 一开始脱离盘局了 那到底你台北股市 能不能走出这个补涨 要怎么看 好各位 其实这两个礼拜哦 因为我们台北股市本身 因为什么什么中共的军演啊 陪洛西的一个事件 说句话搞得也是蛮烦的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样嘛 我说股市到底会不会涨 还是说它要底 一定有它的理论依据在 那这段期间里面 就算你看到台北股市没有动 可是呢 像昨天嘛台北股市跌嘛 我还是跟他讲啊 补涨机会还是在 那为什么我们敢 敢这样子盘不动啊 大家都吓得要死 我还该是跟你讲 这个盘还是要补涨 原因在哪里 整个理论依据 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说很重要嘛 第一个你要去看美股啊 美股到底涨不涨啊 如果不涨它跌下来 台股就没有保护作用了嘛 那我要怎么去看美股 它会不会涨 最近我们都在谈什么 就是联准会今天 要公布的CPI指数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仔细看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的内容 我就说 因为你今天公布的CPI指数 是7月份的嘛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为什么当初 5 6月份的时候 CPI指数一直创新高 就是说整个通膨都一直下不来 一直创新高 因为油价的关系嘛 有没有 我们那油价都 那5 6月均价都在115啊 那时候油价还算高点啊 可是你7月份不一样啊 你7月份的油价 均价已经来到107嘛 对不对 甚至于呢 最近的油价都已经在破败了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我就跟他说 这个CPI指数一定是下来的 好一定是下来的 所以你注意看啊 CPI指数呢 昨天公布出来之后啊 7月的数字是8.5% 上一个月是9.1%嘛 对不对 真的有下来哦 之前最高9.1%是创19 19差不多 13 40年来的新高啦 那昨天已经来到8.5%嘛 那当他来到8.5%的时候呢 这代表什么 联准会啊 那种激进升息的步伐 已经开始慢慢有那种 放缓的迹象 那为什么他会来到 从9.1%来到8.5% 我跟你讲 市场还预计说是8.7% 结果比市场预计的 还要来得低 那最主要原因在这里啊 就是汽油的成本 大幅的下降 有没有 现在不是说只有汽油下降 我昨天还跟大家讲 你看那个农产品就知道了 黄豆 小麦 玉米 全部都跌下来 所以我不认为说你CBI会创新高 所以我说当你CBI一跌下来 通膨那种道顶的讯号一出来 美股还要继续涨 是不是 我就跟他讲美股要继续涨 虽然来到半年线 一直看要过不过的 结果创新高啊 是不是继续创新高嘛 那你台北股市金会怎么涨 是不是美股有保护作用 是吧 好那各位我们再仔细看 因为你CBI指数呢 昨天是8.5% 它8.5%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它6月份是9.1% 那现在已经比6月份低嘛 它现在不是比6月低哦 它现在5月份啊 5月份的时候是8.6% 它现在8.5嘛 它现在也比较低 好那各位 我跟你讲哦 美股没有结束哦 为什么 4月份那时候呢 是来到8.26%啦 那你现在8.5嘛 啊如果说呢 下个月呢 CBI指数呢 又再往下跌 甚至于有机会破8.26的话 我想美股还是要继续冲啊 那当你会说啊老师 到底它有没有机会再往下跌 各位 油价都在跌了嘛 我们刚才有说啊 接下来你就要注意什么 油价现在都在100以下 现在8月 今天8月11号嘛 大概还有三分之后的时间嘛 只要油价没有占上百 我可以跟他说啦 下个月啊 CBI指数还会继续顶 同我意思嘛 好我们讲东西都有理论依据的啦 同我必须要老师这样跟你讲 如果我今天没有在节目 比方说我今天没有上节目好了 没有我这样子跟你去做这样的分析啦 我问你啊 你这个市场上面哪一个老师 能够跟你分析这样子 对啊 把整个理论架构跟你讲啊 把整个国际金融的角度 来跟你去谈这个盘啊 哪一个老师做得到 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做得到啦 都是涨什么就讲什么啊 跌了四千多点每天是涨什么 每天涨什么讲什么嘛 要不然就是高点买 然后呢打到低点卖掉之后呢 再来放空 这都不对啦 所以呢 CBI指数还有机会继续跌啊 那这继续跌之后会造成什么情况 就是我之前跟他讲的嘛 你十年级公在殖利率不会上去啦 这张图表我在7月20号讲的 我说你十年级公在殖利率破2.7的话 美股会冲上去哦 结果美股有没有冲上去 有啦齁 好 那这些东西呢 我都讲过了 我们不要再重复了 因为我都是讲未来 既然你已经看到事实了 代表说我的解盘方式没有错啊 我的理论依据是对的啊 当然你会说 老师你说8月台股要涨上去 那没有办法嘛 因为你遇到政治事件 你也只能这样啊 但是台北股市它没有结束啊 甚至于我今天测标起来 台股要补涨到9月 这难以为9月份你CPI还要再跌啊 那你每股都还要创新高 你说台北股市这里就结束 不可能啊 所以呢 整个盘市多空我们分得很清楚 1月份恐怖第一季 3月20号更恐怖第二季 6月24号我就在谈 攻击的第三季 空间有多大 空间有多大 各位 美国股市这一波啊 现在已经站上半年线了 刚站上半年线之后啊 你既然 9月CPI还会再继续跌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啊 美股市有机会挑战连线了 好 这没有结束啊 好 所以呢 你再仔细看啊 到现在为止啊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 还是蛮担心啊 因为想说啊 这个盘到底能不能涨得上去 你现在还有一些疑虑在嘛 会不会一天行情啊 会不会老共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 好 那各位我们来这么讲啊 我之前有跟他说啦 政治面的因素 我没有办法 在这里跟你去做分析啦 我也没办法跟你去做预测啦 因为这是人为的东西啦 但是 你看哦 准礼拜三 下午的五点多 军演喊咖 解放军东部的战区宣告 完成任务了嘛 第四次台海危机 已经暂时落幕了 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次在担心的事情 最起码它已经落幕了 懂我意思啊 所以我觉得之前 因为政治因素你不敢买 我觉得情有可言啊 不敢买没关系啊 也不能强迫你买嘛 因为到底政治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啊 可是这个时间点 你再不买 我可以跟大家说啦 其实你今天在进场 你都还来得及啦 这两天进场你都来得及啦 而且你在这里进场 你是把你的成本还在压低哦 你不要想说啊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哪一天等到 真的 让你确定说啊 它真的不会跌了 涨上来了 你再进场去买 好啦 等你喜欢的时候 再买的时候你看 万七万八 不是你很喜欢吗 你就买到高点啊 所以如果等到确定真的涨上去 你再买的话 你到时候又把你的成本去垫高了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这个时间点你绝对来得及啊 好 但是呢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因为我说 什么CPI啦 什么油价啦 什么什么什么 十年级公外殖利率 这早在一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跟大家规划好了嘛 对啊盘就上去了 对不对 那台北股市呢 慢一点啊 最起码它也脱离盘局嘛 对不对 那我说嘛 美股最起码9月份 都要有机会往上攻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啊 这一波的补涨行情 它会走到9月份 还有一段哦 你现在进场是低点哦 可是呢这段行情它要怎么去走 好我今天试着去 看这个盘我去画给你看啊 不敢说一定百分百对 但是我觉得它脱离不了一个状况 好不好 我们来仔细看 台北股市今天脱离盘局嘛 那接下来它应该怎么走呢 我就这里有几句话啦 我说进一退一啦 进二退二啦 它用盘间的模式 这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台北股市到现在为止呢 它已经脱离盘局了嘛 哇好 幫我拿一支红笔 我们用另外一支来看 它现在已经脱离盘局嘛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到啊 台股接下来呢 它会遇到季线 季线会这么走 会遇到半年线 它会遇到什么 上面还有一条年线嘛 对不对 它有层层关卡 那我问你嘛 你这层层关卡你要怎么过 直接往上攻啦 赶快急攻啦 我想那机力比较不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面 投资人的心态来看 还会怕啊 是不是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 第四次台海危机 已经暂时落幕 好啦你还是怕啦 好所以 你量不会一下马上出来 对不对 好那所以台北股是会怎么走 你注意看 上面还有线嘛 那你量又没有完全出来 所以你也没办法走急攻啊 所以台股怎么走 今天涨上来嘛 搞不好这两天涨上来 就碰到际线了嘛 对不对 那碰到际线之后呢 他也不用急攻啊 他就稍微在这边 再给你整理个一两天啊 你涨个一两天 我给你整理个一两天啊 整理呢 有一个好处 他绝对不会爆量 因为这边量缩嘛 都量缩了嘛 所以你不会量价失控啊 所以呢 当量缩之后呢 整理一两天 他再突然 一两天的红棒 再出来 再突破 突破完之后呢 好 再稍微慢慢再整理一下 反正大家还在看嘛 好 没关系 你就看嘛 好 没关系 整理之后呢 你又不敢买 好 再往上突破 突破之后呢 他又来到什么 接近半年线啊 又在那边 开始走一下整理 对不对 那我说嘛 这波台股的多头 要走到九月份 然后呢 到接近到九月份的时候啊 台北股市啊 再用两天到三天的时间啊 再去走急功 这样就让你看到整个 补涨的行情 他就把它做完 那这样的走势呢 他还有一个好处 不能说好处啦 应该说陷阱 什么陷阱 我这么说啦 我今天先大胆看 用我所看到的东西 先把图画给你看 进一退一嘛 进二退二嘛 盘间模式嘛 我不敢说 我一定对啦 但是呢 整个补涨的行情把它走完 我觉得有机会啦 但是他要怎么去走 我说因为你量没出来 大家信心不够嘛 所以他不用急功啊 当你碰到中亚军线的时候 有时候涨涨 这边给你走整理 整理完之后呢 再稍微补个量 又上去了 然后呢又再走整理 等到九月份呢 连续两三天 稍微涨一下 把整个补涨行情把它走完嘛 跟国际股市接轨 对不对 但是有个陷阱喔 什么陷阱 没有涨的时候你不敢买啊 对吧 啊涨上来咧 就赶快追啊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你注意看这个盘啊 台北股市间 让你看到是大涨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啊 你追看看嘛 你追看看啊 你再追看看啊 最近不是一堆老师都是拿那什么 涨的股票来跟你讲吗 好啊你追看看啊 到今天又不见了啦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盘的模式呢 它会用轮动的方式 还是会比较快 但是呢 跌的时候你不敢嘛 涨的时候你会发现 哇有些老师 又会开始拿那个涨的股票 来跟你讲嘛 你就追看看 你就追完之后呢 它又开始走整理了 啊等到呢走整理呢 你又把它停损掉 然后再往上涨 然后再走整理嘛 是不是 到最后呢 再动一下全只股 花两三天时间指数急功 那如果以这样的手势来看 你什么时候愿意进场 啊终于大涨了 我赶快进去嘛 所以我说 你要怎么样把你成本压低 先买啊 但先买不是叫你去追啊 我今天画这个图的方式 最主要我是告诉你啊 你起码有个底嘛 阿姨如果说台股是这样子走 用盘间的模式往上攻的话 那你会说 啊老师那我现在到底怎么做 你看 很多股票你追就完啊 不是一堆老师都会把那个强的股票 写在车标吗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过啦 每天写的股票都不一样啊 不是吗 要乱搞啊 从高点18000一路跌下跌4600点 每天都是最强的股票都是你的啦 这就是你看到的老师嘛 但是你放心 既然台北股市如果是走这样的模式 我是街鸟 你就不要追 但是你就要去抓那个轮动 就说那个什么样的个股在这地方 他是准备从低档往上攻的 你就先去做嘛 好啦这样讲你可能 你比如说老师用讲的比较快 这样子好不好 我昨天讲一档股票 我播完这段VCR你来印证 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盘 你不用去追的 反而你能够赚得到钱 看完VCR我们再做解说 好不好 导播请播VCR 谢谢 盘市只要出现脱离盘局的话 很多个股它会开始出现 从低档开始起掌攻击 所以呢你现在怎么做 我是借你了 有些股票到这个时间点 我说它在走一个区间 那这样的一个区间模式里面 它是在走扩底的模式 但如果说补量出来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出现起涨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去抓嘛 抓什么样的个股 它筹码稳定 甚至于它已经开始去走扩底 那如果说它这个地方 有搭配题材的话 它只要补个量 一起涨出来的时候 后面啊 搭配盘市呢 能够脱离盘局 它应该会走出一段 那像这类型的个股 是我目前慢慢在做低接的股票了 比方说这档股票 它本身有苹果的干净个股 它还有低轨道卫星的一个题材 还有元宇宙的题材 所以呢 三大题材集中起来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 都是维持在横盘区间 所以像这一类型 比较属于那种偏东低价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 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只要稍微补个量 诶 那个起涨讯号 就会开始出来了 好 这在昨天节目里面 我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刚刚说了 最近这个盘你会发现 台北股市好不容易 今天拖累盘局 你看嘛 你追看看啊 真的啊 你就追看看嘛 不是老师 很多老师都每天拿那个涨的 都来跟你讲嘛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今天都不会讲了 不敢讲了 我再换股票啊 再换更强的股票啊 今天涨什么再拿出来讲啊 然后呢 这些股票搞不好是 空头老师要讲的 但是没有用啦 昨天涨的时候 你也不敢空啦 不要跟我讲 那些股票都是你的啦 拿证据出来嘛 那现在如果说台北股市呢 它的盘市呢 它不会急功啦 因为你量没有完全出来 大家信心还不够 所以我刚刚就说啊 可能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慢慢的上去 來到9月份的时候 CBI指数再下来 它就开始急功 所以你会买在这里喔 那我要怎么面对这个盘 你又不要去追高 你要怎么面对这个盘 好各位 昨天我就说啦 如果盘一直死在那里 横在那里 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你追也不对啊 所以我说 只要盘它开始动 有些股票它会 开始先冲出来嘛 是不是 我昨天是跟你讲 这档客股 钢低企业里面 讲得很清楚啊 苹果概念股 低轨道卫星 元宇宙概念股 很多题材在一生啊 那在这个之间点呢 股价还没有动之前 我又跟他说 你要先布局喔 不要说 每次等到早上去 再来问说老师可不可以买 我不卖啦 你不用买我啦 我是告诉你股票哪里可以买啦 这里啦 这是哪一档 我们仔细看啦 昨天我再跟你讲的是 3419的华育 8月8号那天 9点45分会员173到174附近嘛 买得到啊 旁还没有涨啊 你先低接啊 有需要追吗 有没有 是不是就起来了 不然你是有低档 还没有动 为什么你不买 你每次都想要买什么 涨上去的股票 你再来追啦 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到现在为止一堆啊 这几天我就跟他讲啊 你去先看看嘛 追在上面之后就跌下来了 有没有 前几天这些股票 他就已经先跌下来了啊 不是吗 那你今天跟我做 你不用讲 你不用去追啊 有低一点的时候 就带你进场去买 买完之后呢 就上去了嘛 是不是 当你买在第一档 就像我跟你讲的啊 这个时间呢 你就先把成本压低喔 你现在没有信心我知道 你要等到你高兴你愿意 你觉得满意了 你在进场去买 可以啊 你要等啊 你到时候成本会在上面喔 所以我跟他说过啊 很多时候我们在解盘的过程里面 是在拟定一个操作策略啊 当盘不动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追嘛 追到现在为止 其实你没有赚到啦 你都在套啦 可是呢 当盘局开始动的时候 接下来的盘 他会这样走的话 我就跟你讲啊 那既然是这样走的话 你就要等他啦 就说你要去抓那个市场的轮动 先在第一档等他啦 所以呢 8月8号买 今天就是工厂停 不就上去了吗 是不是 那接下来如果说 你要去抓这种低档 然后开始要走攻击的股票在哪里 我是建议各位喔 目前这个盘喔 那种投机的那个性质啊 因为在盘没动的时候 投机股比较会动 但问题是你去追啊 啊追高就下来 追高就下来啊 那没有意义嘛 啊何必浪费那个资金啊 这东套一档西套一档 你穿不到啊 但是呢 接下来这个盘 他已经开始慢慢要去走 那个补涨的时候 虽然他速度没有很快 但是呢 这个补涨的主轴啊 他还是放在法人的拉台嘛 普林指数怎么上得去 那既然是在法人的拉台 是重点的话 那法人会针对 有些特定的个股 他会开始往上攻啊 那这个股票一定是 他能够去写报告的股票啊 一般去找那个没有基本面啊 他写不出报告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现在要怎么去抓那种低档 然后要准备走补涨型的个股 我接你啊 从几个方向去找 一个低位接 不用去追嘛 对不对 筹码稳定的股票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要有基本面 接下来法人要去操作的股票 都在这一类型的个股 所以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在盘势在走盘间的时候啊 它的稳定度比较高 而且呢它会有比较具有波段的走势 比方说这一档嘛 你看哦 上半年就赚了1.5个股本了 你看啊 这种行情到现在为止啊 全球股市不是经济不好吗 可是有些股票呢 它是有大赚的机会啊 因为它股本都已经赚了 上半年就赚了1.5个股本了 所以有些个股在低档的时候 它是接下来要准备什么 走轮涨的股票 而且这一攻击起来 它一定会走出一段 你要做就是这样子做 懂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如果这涉事场 今天我没有来这边跟你讲 这个牌 哪一个老师会讲 都要乱搞啊 你看啊 万七做多 然后呢 股票砍在低档 弹起来又去说放空 那会员惨死啊 所以你现在要懂得去分辨 哪一个老师对你有帮助啦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身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雇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攜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穴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到现场 刚刚我们已经分析过 台股会补涨到9月份 但是这个补涨行情 我们也画图跟大家讲清楚了 接下来你要赶快进场 因为后面的股票 我们都帮各位选好了 你要去掌握这种 低档买完可以开始攻击的股票 所以千万不要错失这个低点 好不好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QRCO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身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2781 0909 809 0909 8903 0909 3709 090910 2